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家里一定会有一堆瓶瓶罐罐 各式各样搭配衣服的配件或者适合穿搭的衣物 五,但东西太多,家里变得好乱哦 这时候收纳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让空间变得更大,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咯 接下来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让家里变得更新的一样 一,善用橱柜高低差 增加隔间或者挂钩来扩大收纳空间 二,利用收纳栏分别收纳标示衣物 不仅好拿也整齐 三,冰箱也可以利用收纳栏将相同类别的调味料跟食物分别摆放 取用时简单利落 四,抽屉也可利用符合大小的收纳栏 将物品分门别类 五,流理台下方的橱柜 利用有高度的收纳格 增加利用上方的空间 六,帮娃娃增加一个有门的收纳柜吧 这样的收纳柜平常还可以拿来当做座椅或小桌 七,洗衣间上方也可增加收纳柜 更系统化的改善动线 八,家里储藏式的空格也要记得别浪费除柜上方的空间 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物品哦 九,最重要的衣物间 除了吊挂起来 增加收纳格可以让空间看起来更宽敞 十,扁扁的会东倒西歪的储具 将收纳格变成所有的方式收纳 就可以收纳更多的物品了 十一,要外带到公司的便当盒 跟锅碗瓢盆 可以一大小叠起 让空间更干净 十二,别忘了利用门板的空间 摆袜子的门帘 也可以利用来挂调味料罐哦 十三,利用借格让锅子排排站 取用更方便 十四,各种调味料也可以利用收纳个分类 看起来整齐又未生 十五,乐扣乐扣 也可以将盖子跟身体分开收纳 叠放起来增加空间 十六,摆放收纳格的抽屉 也要妥善安排位置 才能够将物品归类得更完善哦 十七,全部叠放在一起的衣物 不好拿取 利用收纳格将衣物隔开 更方便取用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新的一年也快要来临了 好好大扫除一下 让家里可以变得焕然一新 迎接更棒的一年吧 快点来动手试试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